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亚洲财新投资 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次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的 首份市政报告 来聊一聊人才培养的问题 我们继续请到了香港立法会议员 洪文博士 还有中原地产创办人兼主席 施永青先生一块来探讨 再来问一下洪文博士 人才问题其实是直接关系到了 青年的就业经济发展的命脉 乃至整个香港受到挑战的国际竞争力 那你认为香港想要成为人才的汇聚地 你究竟应该在哪些方面充分发力呢 这次私政报告里面 针对抢人才 抢企业 有很多大胆的创新的政策出来 一系列的措施让人很惊喜 那很多措施都跟我之前调研企业的时候 他们在请人时所面对的那些痛点 是契合的 所以可以看出私政报告是用心 听了大家的意见 不过我自己认为 就是吸引人才来香港 也要留住他们 那留住人才不是单靠你放宽签证 然后比如说降低门槛等等 这些措施可以做到的 人才他决定他在哪里生活 在那里长久的发展他的事业 主要看一个综合的评估 他要看这个地方产业发展的前景 他事业发展的机遇 他的小朋友是不是在这里能够找到适合的学校 他要看是不是这里移居 甚至这里的这个文化氛围 他适不适合 或者对外来人口的态度是不是友善等等 就是说人才他的选择是一个综合考虑的因素 那么以往香港也出现过港漂流失的问题 这次施政报告特首也讲到 我们有15万就业人口流失 那么所以未来香港不但要吸引人才 而且要留住人才呢 我认为我们需要把香港打造成一个人才汇聚之地 那么这就需要香港成为一个机遇之都 就是我们的产业政策要跟上 同时我们要打造成一个宜居的城市 也是一个开放的 友善的 多元文化 包容的这么一个城市 那么同时给人才提供全面的 多层次的资源 这样才能够把人才留在这里 另外我还想补充一个 就是一个地方 他对人才战略 无论如何 首先是要培育和用好本地的人才 让本地的人才充分的享受经济发展的这么成果 那么所以香港其实是存在一个人才错配的问题 那么香港未来也要通过大学或者是职业教育 或者是多层次的成年教育等等 来帮助错配了的人才 找到新的适合他的一个发展的位置 让本地的人才充分享受 香港经济发展的这个机遇 好 谢谢红文博士的解读 那么再来请教一下施永庆先生 施永庆先生您怎么来看 这个对于这个抢人才小组 在未来将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政府定的抢人才的措施呢 还是太过保守 要求过高 他要年薪250万 才算是高端人才 新加坡定的标准呢 相对就低一点 好 因为现在我们想抢嘛 就是要门槛定的比人家低 现在人家比我们低 就是到新加坡去 容易过到香港 香港是只是给你两年的居留权 新加坡是给你五年 所以这个吸引力可能更高 其实香港呢 不只需要高端人才 现在我们是人口流失嘛 所以你看新加坡呢 他高端人才要 中等的也要 普通的跟没有测上限 就是多多都要 有些高端的他可能还有名额的上限 但是中低端的他是越多越好 有些好像建筑工人他是占了差不多行业的80%都是外来的人 外来的劳工 香港现在有些行业好像养老啊 建筑业啊 一些餐饮啊 都是请不倒人 所以我觉得香港呢 不但是高端的人才要 中低端的也需要 先有人口才有人才 我觉得政府在这方面还是太过保守 这样的话要求太高的话呢 每年吸引到的人才会非常之有限 我认为是定100万一年的年薪 看成是高端人才 已经足够有余 不要定得太大 好 那其实在住的问题和人才培养问题之外 在这次适当报告当中 我们特别还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提法 就是关于香港的这个创投 将会成立一个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围绕这个话题在下一节 我们将继续和洪文博士 还有施永青先生一块来探讨 稍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